北朝鮮这个国家真的不能够用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常理是来看待的 包括呢这个年初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引起全世界的争议啊 因为这个核武的这个关系啊 所以呢搞得这个美国跟南韩啊 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边联合军事演习 那其实到了现在年中呢 这个过去的这些演习 北朝鮮好像都已经习惯了 没有特别的意见了 就唯独偏偏对于美国啊 一直派这个所谓的B-52轰炸机来参与这个联合演习 是特别有意见 一直到今天都还要特别拿出来讲 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到底有多严重呢 夏维哥 因为这个B-52轰炸机啊 其实你知道北韩啊 当初在打朝鲜战争的时候 可以说是吃足了美国这种战略轰炸机的骨头 怎么说啊 因为当时在1950年代一开始打那个朝鲜战争的时候 美军啊其实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B-29轰炸机啊 飞到北韩境内 噗噗噗噗噗到处炸 炸的北韩那个真的是可以 只能用柔长寸断 真的这么有效 然后补给补不到南边 所以南边的部队没有补给了嘛 然后再又人川一登陆 哇马上截断 所以马上兵败如山岛 一路退退到压绿江边了 还好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区 要不然早就北韩就完蛋加大吉了 所以你说北韩只要一听到 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当然就马上就抓弓啊 那特别你看啊 B-52轰炸机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都驻扎在哪里你知道吗 它都摆在关岛安德森基地 所以你看之前 北韩号称要试射飞弹的时候 它那个要打五水弹 它五水弹它都要特别去强调干嘛 它是五水弹的飞弹 可以打到关岛附近 其实最主要也就是要针对 这个B-52轰炸机 自从2003年美国第二次 出兵那个伊拉克之后 其实当时美国在出兵的时候 它其实很紧张哦 它生怕当时所有大军 集中在波斯湾去对那个伊拉克动的时候 北韩在后面搞一下 所以其实是害怕的 会有一点紧张担心就对 所以它很怕那个北韩在后面搞一下 或又跑到日本去闹一闹 所以当时它在它当时所有的军力里面 它特别集合了一批 由B-1轰炸机还有B-52轰炸机 集成一个轰炸机远征军 就把它摆到关岛安德森基地 二十几架哦 所以从那以后 那个在关岛就一直有 美国的这个B-52轰炸机 跟B-1轰炸机轮流进驻 甚至还有B-2轰炸机 而且那B-2轰炸机 大家不知道还没记得 就因为那个飞行员交界的时候 我们也跟他讲说 这个地方潮湿你要开电热器 最后飞机起飞 就掉下去了 就是因为忘了开电热器 所以美国在关岛 其实拥有相当多的轰炸机在那里 这个飞机只要一起飞 这个B-52轰炸机 它现在在战争中的角色什么 大家觉得B-52很老了嘛 但是它可以担任一个 很特别的任务叫做什么 炸弹卡车 Bumb truck 它上面可以装一大堆炸弹 再满的炸弹 而且又可以在战场上空 长时间绕啊绕啊绕啊绕 只要接到指令 就丢一颗炸弹下去 只要接到指令 都打不下来啊 然后另外它可以带那个什么 空射的群衣飞弹 所以北朝鲜对这个飞机 这是头痛加三级啊 所以一开始只要这次军演 比如说又来了以后 对不对 北韩就抗议抗议抗议 所以它这次又来特别多 这次好像是飞了四次 对对对 所以对北朝鲜来讲 哇你这个轰炸机又来 就是情何以堪 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一定要叫一叫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老大哥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当 不管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插旗子 随时都要担心 后面会来捅这么一下 但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讨论一整个下来 现在知道最可怜的应该是